院长就113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例表 含弹性调整放假及廉价规划报告才是 决定准与备查 112年因弹性调整放假及补行上班次数达6次 外界多有讨论 经终整各界意见 将弹性调整放假的范围 由现行因放假之纪念日及节日 调整为除夕前一日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 考量农历除夕及春节为国人最重视的民俗节日 民族扫墓节具有慎重追远的特殊意涵 又为疏解对交通运输及骨会式的影响 在尽可能减少调整放假及补班次数的前提下 其民众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进行调整 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立表实施至今 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 社会大众生活作息 及民间工商企业的工作时间 多以参照排定 希望本次调整放假及补行上班制度 更能回应各界所需与国际接轨 以上转述 大家好 以下仅就明年办公日立表及弹性调整放假 还有廉价规划做一个报告 本案的缘起主要是因为 今年弹性调整放假及补班多达六次 那各界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正反意见都有 立法委员也非常有强烈的一个关注 所以我们经过重整相关部会的意见 认为国人最重视的民俗节日 农历除夕及春节 还有民族扫墓节则具有圣中追缘的一个特殊的意涵 所以我们检讨修正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处理要点 有关弹性调整放假的范围及方式 那在调整范围的部分呢 我们由现行所有放假纪念日及节日 调整为除夕前一日 以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 那调整的日期日数呢 日期就由现行的八个修正为两个 那在调整方式的部分呢 我们由现行再提前于前一周来做一个补班 我们修正后的规定呢 我们是调整为由放假的当周或次一周六来做一个补班 目的就是希望补班的时间能够落实符合周休二日的一个意志 那113年年假总共有四个 其中除夕春节的部分呢 因为2月8号除夕前一日有弹性调整放假 所以在2月17号来做一个补班 那至于其他三个连续假期都没有需要做调整 那未来五年除夕前一日调整放假的情形呢 主要除了115年没有调整之外 其余都是调整一次 那调整后春节连续的一个假期 主要还是集中在七天或九天 那调整后呢 我们也是以积极回应各界的意见 以最大公约数来做一个调整 那也兼顾民众假期的一个需求 以及调降上班补上班的一个次数 也希望能够接轨国际金融市场 降低对股汇市的一个影响 那至于公务人员如果个人有廉价的一个需求呢 他也可以透过请个人的休假或市假的方式 来做一个处理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指教 谢谢 谢谢陈处长 我会比较想要周休而已 如果只放一天真的蛮忧郁的 我支持耶 本来是比较喜欢连在一起放 因为我要出去玩 我们补班公司都会要我们请特休 真的假的 没有好啊就是自己的假 明明可以好好休息 然后就被逼来上班 就很爽 我选周休三日 那你去跟政府说 不能那么频繁的补班 哪有人这个月都在补班的 而且下个月一点廉价都没有 对啊 才刚放完十项最长的十天春节连假 一到二月 就又有两个礼拜要连补六天班 让大家较苦连篇 而到三月更惨 整个月只放七天 而又有网友经过研究 2024年又有十一天的连假 到底大家对这个放假制度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就实际上街 来访问看看 礼拜六又要补班 现在心情如何 我有请假 所以我满开心的 明明可以好好休息 然后就被逼来上班 就很不爽 我们不用补班 有赚到的感觉 我觉得好烦哦 没有法睡到宝 我OK啊 因为补班那天 事情也没有那么繁重 我比较轻松 我们补班公司都要我们请特休 我真的假的 没有好啊 就是自己的假 很累 为什么 不太想补班 这样就只休一天啊 对啊 而且这一半好忙哦 不能那么频繁补班 哪有人这个月都在补班的 那回来就是会特别累吗 或工作量特别大这样 当然哦 大到爆 当然 忙到爆 而且下个月一点廉价都没有 对啊 公司最长的一个月 那对于说这个休假制度 你怎么看 你比较喜欢正常的周休二日 还是希望用补班制度 正常周休二日 先享受过后 然后又要来补 感觉会蛮差的 就不喜欢早期 我觉得还好 但是我希望就是 就是平衡一点比较好 就是每天每周都有 可以放长假的机会 大家比较喜欢休假 比较不喜欢工作 比较喜欢周休二日 哦真的哦 对 怎么说 因为六日就是要在家耍费 不想要假日还要来公司 我支持耶 本来是比较喜欢连在一起放 因为我要出去玩 所以假常比较好 我会比较想要周休二日 我会觉得就是我放那么多廉价 可是回来就是要补 补偿有点累 如果只放一天真的蛮忧郁的 我选周休三遇 你不是不想上班 你应该何屁哦 但是放假 那我可能还是会选补班吧 因为廉价还是比较多天 补班回来会觉得很忧郁吗 或是影响到一些生活这样的 应该会吧 但我没有着困扰 我还是想要周休二日 毕竟休息时间比较重要啊 我比较想要自己休息时间多一点 我也想要廉价 然后不要补班 对 廉价不补班 明年又要再廉价 再休息一天的春节 有什么心情 非常期待 回来上班赚钱 有休息够了就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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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太久了 又要补班 太累了 有点无聊 就修到最后也都在家 睡觉这样子 耶 非常棒哦 回来会觉得有忧郁吗 好像也还好啦 咬牙一过就结束了 那很好可以出国哦 比较好安排 如果跟今年一样的话 就先 先不要了 那就廉价少一点 然后就不用补班 是还不错啊 但是如果要补班 又是另外一回事 哦 禮拜六就应该放假啊 哎呦要上班 哎呦 三脚抖地 很不悦 只能叹气 一点都不想要上班 就应该要是清楚了 什么意思 就不再制作了 也不能硬 在帮助 就不再防止 有厨房子 就不再准备 做好 装面 全装面 就不再防止 不再防止 那我 写 还能 炸 你 毛 小孩要過很久 然後交通也要塞很久 不然太長真的家長也快瘋了 真的很累 那很賽車 快抓狂了